女孩第一天上学就和校爸撞了个满怀 不光磕破了新买的丝袜 就连膝盖都被撞出了一个大口子 校爸想伸手拉他 可女孩却自顾自地站了起来 随后抬起脑袋看了他一眼 当即便转身奔着教室跑去 可刚进门 就因为迟到被老师指在了原地 这时校爸推门走了进来 老师刚想要对其斥责 就在点名册上发现了他全校第一的身份 他笑嘻嘻地上前调侃了两句 随后便让他回到座位上坐着 而女孩也沾了他的光 被斥责了两句后也回到了座位上 下课后一个暗恋罗伊的女孩 剑搜搜地告诉他 虽然他总是能考全校第一 可芝雅的数学成绩却总是拉他一大截 一向以成绩为傲的罗伊剑 此瞬间来了精神 于是便在上课时偷偷问 芝雅在哪里补习的数学 芝雅对此十分不解 可罗伊却自信地表示 如果不是他的补习老师比自己的好 那他的数学成绩不可能会超过自己 可他哪里知道 芝雅其实连饭都吃不起 为了养活相依为命的妹妹 每天放学后都要去便利店打工 一边干活一边复习笔记 哪里还有精力去报补习班 这天当领完工资的 他正筹划着要怎么花 他想去买点米和青菜 可因为袜子磕破了也要换一双 就在他纠结之时 突然手里的钱自己飞了出去 他追上钱想要将钱捡起来 可这钱就好像有了魔力一样 每当他要捡到时 总会从自己的眼前再次飞走 他跟在后面拼命追了一路 直到摔倒后才发现 自己竟然跑到了山上的废弃游乐园里 虽然这里看起来十分可怕 可为了拿回自己的生活费 他还是壮着胆子走了进去 见自己的钱就在地上 他开心地想要上钱捡起来 可这时钱却突然飞到了一个 戴着帽子的大叔手中 芝雅瞬间被吓傻了眼 转过身边奔着外面跑去 回到家后 他想给妹妹做饭 可家里现在已经什么食物都没有了 董事的妹妹健壮赶忙告诉他 中午自己在学校吃了三碗炸酱面 现在一点也不饿 虽然知道妹妹是在骗自己 可芝雅现在也没有了办法 这时突然他在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奇怪的卡片 打开后发现是一张邀请函 就在他感到诧异之时 突然屋外传来了房东的敲门声 他告诉芝雅如果再不交房租 那他就要马上将他们赶走 芝雅见状赶忙恳求着房东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只要自己开工资了马上就会交钱 房东见状便告诉他 如果三天后自己再拿不到钱 就要将他们的东西全部都给丢出去 为了活下去 芝雅只好再次返回了那个邮轮员 想要找到那个大叔将钱要回来 这时那个魔术师打扮的大叔再次出现 他告诉芝雅 自己要为他送上最精彩的魔术表演 芝雅胆怯地告诉他自己只是想要拿回自己的工资 大叔拿出他掉落的钞票问他是不是这个 芝雅刚想伸手去拿 可大叔却把钞票变成了一张白纸 芝雅气恼地告诉他这一点也不好玩 想要让大叔别开这种玩笑将钱赶快还给他 大叔健壮于是将手里的白纸再次变回了钞票 他想要全部送给芝雅 可芝雅却只拿走了属于自己的那招 随后转过身撒腿就跑 这时突然天上飘起了很多泡泡 芝雅被这一幕惊呆了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自己的命运将因为面前的大叔被彻底改变 女孩想要偷吃客人剩下的汉堡 可不料老板却突然出现 女孩健壮赶忙将汉堡丢进了垃圾箱里 老板见他有些不太对劲 于是便上前问他在干嘛 随后从垃圾箱里将汉堡拿了出来 见女孩的神色十分紧张 于是便笑着对他调侃了两句 女孩健壮赶忙点了点头告诉他自己会注意 随后拿起一旁的扫把尴尬地走向了一旁 而老板这时好像也发现了什么 不光当晚多给他开了两千块的工资 还在第二天下班时将店内的零七食品全都送给了他 这一举动让从小失去父母的芝雅心里十分感动 于是便告诉老板自己有事想要拜托他 在得知芝雅从小无依无靠 并且还要照顾年幼的妹妹后老板心里十分动容 可因为芝雅刚上班没有几天就想要预制工资 她的心里也十分为难 芝雅见状赶忙道歉说自己太草率 随后告诉他自己再回去想想办法 可这时老板却突然喊住了他 随后从钱包里掏出一打钱让他拿回去印记 芝雅接过手里的钱 感动的眼泪差点流出来 从小到大 无依无靠的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长辈的温暖 可就在他向老板致邪 并表示自己一定会努力工作将钱还给他后 老板却在四周环顾了一拳 见四下无人 突然上前捏住了他的肩膀 随后缓缓地伸出了咸猪手 芝雅见状瞬间吓得眼泪流了出来 随后拼了命地将他推到地上 老板见状瞬间换了一副嘴脸 当即对着芝雅破口大骂起来 就在他上前揪住芝雅要对其动手之时 突然一个男人一把拉住了他 老板见状还以为他是个疯子 于是当即便让他赶紧滚开 这时男人念了两句咒语 随后对着他挥了下手臂 直接让老板凭空消失在了原地 芝雅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的一幕 瞬间被吓傻了眼 而大叔则一脸惬意地告诉他 第二天芝雅来到便利店 却发现店内已经关门 他将老板的钱重新塞了回去 随后跑到游轮员旁边的山上发呆 这时那个神奇的大叔突然再次出现 他给芝雅递上了一杯咖啡 而芝雅也对昨晚的事情 向他表达了感谢 这时大叔再次问芝雅相不相信魔术 可芝雅却还是觉得那只是一些骗小孩的小党戏 就在他想要离开时 突然大叔再次念起了口令 他身前的蝴蝶掉坠散出一片光芒 一只会发光的蝴蝶跑到芝雅身前 随后点亮了游轮员里的所有灯光 大叔上前用魔力牵引着芝雅 随后带他来到了摩天轮上 并为他放起了漂亮的烟花 两人在蝴蝶的围绕下翩翩起舞 随后大叔将自己的帽子戴到芝雅头上 看着他的眼睛再次重复了刚刚的那个问题 女孩上了十年学第一次在学校吃午饭 见周围没人注意自己 于是便偷偷给自己成了双倍的菜量 随后趁着周围的同学们不注意 将食物全部装进了便当盒里想要打包带走 可这是一个女同学 却不小心将便当盒撞到了地上 女孩胆怯地坐在原地不敢吭声 而对方好像也看出了她的意图 当即便轻蔑地转过身直接离开 而女孩看两人走远后赶忙附身上前 将食物重新装了回去 随后跑回教室 趁众人不注意将餐盒塞进了书包里 女孩名为智雅 因为父母的意外离世 小小年纪就要一边上学 一边想方设法地养活自己和妹妹 因为身上总是透着一股滋穷酸味 所以班里的同学们都看不起她 可就是这么一个平凡到有些悲惨的灰姑娘 却偏偏引起了全校第一的富家公子罗伊的注意 这天智雅正趴在桌子上睡觉 罗伊看着她那迷人的小脸 但不由得着了迷 就在她看得出神之际 智雅突然醒了过来 罗伊见状赶忙将书推到中间 随后谎称有问题向她请教 智雅也没多想 拿起笔便耐心地为她解答起来 而罗伊为了表达感谢 于是便想约她放学后一起吃饭 可从未跟女孩打过交道的她也有些害羞 于是便在原地结结巴巴地 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废话 见智雅没听清 罗伊赶忙指了指一旁的铃声 告诉她尚可 智雅见状赶忙回了教室 而罗伊看着自己在手上写好的 草稿不由的一阵恼火 第二天她意外撞见智雅的补习资料是检别人的 于是便将自己的一大堆补习册拿了出来 随后问她要不要用 智雅不好意思便回绝了她的好 于是罗伊便用胳膊一直往她身边紧 可罗伊这时却挽起了欲情故纵 告诉她这些自己都要看 紧接着又告诉她 一会自己会去图书馆 如果她没事可以跟着自己一起去那里看 智雅见状当即便答应下来 一到图书馆 罗伊当即便将自己的练习册都拿给了智雅 告诉她自己已经将题目都背了下来让她先学 听到智雅的感谢 罗伊表面上不为所踪 可实际上心脏都已经快要跳了出来 她掏出耳机想要听歌缓解一下 可在思索片刻后 又将另一边的耳机递给了智雅 这时音乐响起 罗伊当即便沉浸到了她和智雅的二人世界中 直到智雅全都复习完成 她还在原地歪着脑袋久久不能自拔 家境优渥的超级学霸竟然对生活窘迫的灰姑娘表现 可长时间的贫穷使得女孩心里极度自卑 于是只能婉言拒绝了她的爱意 而罗伊健壮也只好以开玩笑为由打了个圆场 晚上回到家后 罗伊尴尬地在原地差点蹦起来 从小就受众心捧虑的她第一次觉得追求一个女生竟然比当校爸还要难 可就在第二天罗伊来到学校后 班里的两个碎嘴子女孩却突然找到她 告诉她智雅在校外和别人有着不正当的关系 罗伊健壮当即便气恼地警告她没有证据不要胡乱造谣 这时恰好智雅来到学校 智雅见状瞬间傻在了原地 就在昨天碎嘴子和闺女为了在社交软件蹭流量 跑到了山上的废弃游乐场拍探险视频 却刚好碰到了智雅从里面的古堡走出来 两人见状便前进了古堡中想要探查里面的秘密 却阴差阳错地跑进了魔术师大叔的房间里 见大叔桌上摆了一大堆魔术秘籍 于是碎嘴子便想要让大叔给他们表演魔术 大叔见他对这种魔术十分感兴趣 于是便想要让他体验一下 可就在他手中的刀要刺下去时 碎嘴子却突然喊出了智雅的名字 随后问他和智雅是什么关系 大叔见状瞬间愣在了原地 随后放下了手中的刀子 告诉他下次来了自己再给他表演 让他回学校后帮忙联系一下智雅来找自己一趟 说完后大叔当即起身离开 而内心肮脏的碎嘴子 却误以为智雅和大叔有着什么不正当关系 所以一到学校便散播起了谣言 气恼的智雅放学后当即便找到了大叔 问他为什么要让自己惹上莫名其妙的误会 智雅不知道如何开口 于是便问大叔找自己想要干嘛 可不料这番话却刚好被偷偷跟来的罗伊给听到 以为智雅是真的为了钱拒绝自己 于是罗伊当即便悲愤地转身离开 这时智雅告诉大叔不要和自己开玩笑了 现在他已经被生活压得彻底喘不过气 所以根本没有心情去和他开这种无聊的玩笑 随后直接便想转身离开 可这时大叔却突然喊住了他 就在智雅诧异之时 大叔念出咒语 直接从智雅的身后把他的手机抢过去 智雅想要上前抢回来 却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花瓶 他赶忙上前想要擦拭 却发现自己发给妈妈的未读短信 竟然全部显现到了桌布上 他一脸诧异地打开手机 发现那些未读的短信竟然全部变成了一个 智雅见状哭着问大叔到底是人还是狗 说完后智雅哭着跑了出去 但其实他的妈妈并没有死 只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偷偷将他给抛弃在了家中 相比于这个结果 他更愿意相信妈妈是去世了而不是抛弃了自己 所以他总是给心中那个已经去世的妈妈发去短信 想要将自己这些年来的所有成长经历都分享给他 而另一边 回到家的罗毅心情更是沉到了骨子里 回想起碎嘴子女士和自己说的话 还有自己在古堡里看到的场景 他怎么也不愿相信 自己心中的白月光竟然是那么的不堪 于是第二天他便将智雅喊到了操场 随后告诉他 自己要和他做一笔交易 他考试时明明知道正确答案 可偏偏在答完题后又要重新将答题卡给图错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将自己的成绩控制到全校第二 成功完成和暗恋男生约好的协议 就在几天前 刚刚对他表完白的罗毅突然找到他 提出想要花50万让他在数学考试的时候故意答错几道题 将数学考试的第一名让给自己 智雅听到他的话当即便愣在了原地 原以为罗毅和那些整日嘲笑 看不起自己的同学不一样 却没成想他也会像那些人一样 用钱来践踏自己的尊严 就在他期待着罗毅像上次表白一样 告诉他这是在和他开玩笑时 罗毅却严肃地告诉他想好了赶紧告诉自己 随后直接起身离开了这里 而智雅的心在这一刻瞬间也沉到了谷底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 罗毅做这一切 只是想要为了测试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 晚上回到家后 智雅想着罗毅说的话无比烦慢 就在他想着明天怎么拒绝之际 妹妹突然在一旁吐槽学校要举办休学旅行 但是他因为不想去 所以便打算请假在家里 智雅当即便反应过来 妹妹是为了不给自己增添负担 所以才这么说 于是在思索一番后 当即便告诉妹妹自己这里有钱让他去报名 而妹妹以为姐姐说的是真的 直接便跑去一旁收拾起了行李 第二天来到学校 他颤抖着告诉罗毅自己同意帮他作弊 罗毅见状阴沉着脸 从钱包里拿出了20万韩币作为预付金 智雅揣着复杂的心情准备将钱接过来 可这十岁嘴子的汉娜突然出现 听到汉娜的话两人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听到汉娜这么说两人的心法突然放了下来 而智雅也趁着众人起哄之际将钱放进了口袋里 很快到了成绩公布之际 罗毅成功当选了第一 他将剩下的尾款交给了智雅 智雅不解地问他 明明不靠自己 他也可以凭靠总分拿到全校第一 为什么非要大费周折让自己把数学让出来 可罗毅却反问他为什么会接受自己的提议 智雅不知道怎么解释 智雅见状到也没拒绝直接便答应了下来 晚上放学后智雅跑到了大叔家里 他想要跟着大叔学习魔术改变自己 可就在两人要练习之际 罗毅却又偷偷跟到了这里 他考试时明明可以考满分 可却偏偏要将原本正确的答案图错 因为只有这样 他暗恋的男生才能当上全校第一 而他也会因此拿到丰厚的报酬 可就在这天 两人再次交易时 却被人在角落偷偷拍下了照片 并且还发到了学校论坛 很快这件事情就在学校闹得沸沸扬扬 班主任找到智雅 告诉他罗毅的父母以为自己的儿子被敲诈 已经将事情捅到了学校委员会 如果他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那他将会以勒索同学为由被学校开除 智雅见状只好将真相讲了出来 可没成想第二天开早会时 校长突然喊起了罗毅的名字 随后以他资助贫困同学为由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对他表扬了一番 同学们见状在下面议论纷纷 而智雅的尊严在这一刻再次受到了践踏 自己明明是靠着帮他考试写作业赚来的钱 可学校为了顾及罗毅父母的面子 于是便扭曲事实将两人的交易变成了资助 将贫困生的标签重重地砸到了自己身上 但罗毅在台上却什么也没解释 智雅的心里无比恼火 他看向自己的老师 而老师也只能心虚地回过脑袋 装作什么也没发生 开完会后他质问罗毅为什么不将事情解释清楚 可罗毅却站在原地一句话也没说 放学后智雅跑去补宝找到了大叔 他想要跟他学习魔术 通过虚幻的美好来减轻内心的痛苦 可罗毅却又再次偷偷跟了过来 虽然从两人的对话中他知道自己误会了他们的关系 但见两人聊得十分开心 心里还是忍不住十分吃醋 于是在智雅走后他便跑进屋内 想要斥责大叔别用骗小孩的把戏哄骗小姑娘 可大叔却调侃般地问他今天有没有穿底裤 罗毅见状被吓了一跳 在扭过头看到自己今天穿的是爆纹色的后 这才发现自己被大叔给戏弄了 于是只能恶狠狠地撂下几句狠话 随后转身离开 第二天上学时 罗毅发现自己的书包里突然多出了一张邀请函 觉得肯定和大叔脱不了关系 于是他便找到了智雅问他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可智雅却根本不想理他 放学后他再次来到了古堡和大叔学习 偷偷跟来的罗毅见两人玩得开心正气不打一出来 这时智雅练习的球突然弹了出去 他刚想去捡 罗毅却突然拿着球走了进来 随后自顾自地坐到了大叔身旁 大叔也没介意 当着两人的面便表演起了魔术 原本罗毅对此还不屑一顾 可没过多久也陷入了真相定律 很快加入了两人的魔术小组 因为在玩火的时候被烫伤了手指 于是在回家时智雅便帮他吐起了药膏 并表示自己想要将他的钱还给他 而罗毅也诚恳地和他道了钱 两人的关系又再次缓和起来 可就在第二天上学时 突然一个自称警察的人找到了智雅 并得他拿去了大叔的照片问他见没见过 智雅察觉不对赶忙摇头 随后撒腿便跑向了学校 可刚到教室 汉娜就拿着一个U盘找到了他和罗毅 随后神神秘秘地告诉他俩自己 这里有一个关于魔术师的秘密 让他俩攥紧手去欣赏一番不要被吓到 罗毅健壮当即便带着智雅来到了危机室 可在打开U盘后 里面的内容却将两人全都看傻了眼 点开视频的一瞬间 智雅瞬间吓傻了眼 原本看似和蔼的魔术师大叔 此时竟丧心病狂地拿刀架在别人脖子上 可就在刀子要刺下去的一瞬间 视频的画面却突然停了下来 罗毅健壮赶忙将U盘拔了下来 而智雅则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 汉娜健壮告诉他 因为自己偷装的摄像头没了电 所以后续自己并没拍下来 但他相信智雅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回到家后 想起早上警察来跟自己调查的事情 智雅的心里更是不知如何是好 第二天刚到学校 警察便再次找到了自己 昨晚一个身穿魔术服的黑衣人 抢劫了一位老人 并且有一位目击证人称自己知道 他和魔术师有着不菲的关系 就在智雅诧异之时 突然一个男人走进了屋内 智雅健壮瞬间吓傻了眼 因为对方竟是当初失踪的便利店老板 智雅被吓得赶忙低下了脑袋 这时老板一脸坏笑地坐上前 随后恶狠狠地询问智雅那个大叔去了哪里 他向众人控诉 智雅为了骗自己的钱将自己骗到了桥边 随后让那个疯子一把将自己推到了桥下 智雅想要辩解 却因为害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与此同时 一个阿姨在晨跑时在河边发现了一具女尸 经过警方的调查 对方正是一个月前学校里失踪的女学生 大叔很快被警方列为了重点嫌疑员 智雅得到消息后赶忙跑到游乐园 他坚信大叔是冤枉的 所以想要让他快跑 可大叔却蹲在角落里不断抽起 陪伴他多年的鹦鹉突然病重 此时正奄奄一息 智雅管不了这么多 告诉他警察马上就要来找他 可大叔却诧异地问智雅警察找自己干嘛 他将最近发生的事情讲给了大叔 大叔见状当即便换好衣服跟着智雅走出去 此时警察已经赶到 大叔当即被积押带走 智雅还想跟着 可负责办案的警官却拦住了智雅 随后掏出一本档案 将大叔的真实身份讲了出来 原来大叔是一个从精神病院逃离的精神患者 曾多次被作为儿童拐卖案的嫌疑人被逮捕调查 是个彻头彻尾的重度精神病患者 警官在对其警告一通后 当即便转身离开 智雅虽然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但现在各种证据摆在自己面前 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该不该继续相信大叔 很快大叔被带到了警局接受审讯 因为他一句话也不说 办案的警察于是便想要和同事 平靠着搜集的证据给他并嘴 可就在他抬头时 却突然发现审讯室里的大叔不见了 得到消息的智雅赶忙跑到游乐园想要找他 可刚进去就发现大叔此时正站在魔术台上 当着一众警察的面 告诉他们自己想要最后再表演一次魔术 警察们见状当即便掏枪 想要将他强制带鼓 智雅见状赶忙大声鼓安 随后想要上前安抚大叔 可却被办案的警官给拦下 智雅告诉他们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 随后便缓步走向了大叔 这时突然城堡内下起了血 就在众人诧异之时 智雅慢慢走了上去 大叔为智雅表演了最后一次精彩的魔术 随后将自己的帽子戴到了智雅头上 告诉他以后自己不在了 只要他念出咒语 那他想的所有愿望都会实现 智雅笑着看向大叔 他拽下桌子上的魔术布 然后将其直接盖到了大叔的身上 就这样大叔在众目之下消失在了原地 几个月后 案件被警方重新翻案调查 原来便利店的老板才是杀害女孩的凶手 为了将罪名栽赃给大叔 他买了和他一样的魔术符 四处作案嫁祸大叔 而当时汉娜拿给智雅的视频 是老板当时为了将罪名栽赃的更彻底 故意跑去补保激怒大叔 让他在自己刀上留下了纸 大叔终于沉冤昭寻 可却再也没有回来 直到智雅长大 他也没再出现 于是智雅只能将自己对他的思念放进 带有魔法的信箱 然后在闲暇置于化身魔术时 将大叔最初的问题传承下去 你现在看起来 我开始 你把这个 在决定 你能看起来 你再次看起来 你不是 你一直看起来 我一直看起来